台湾第一个从境外移入的H7N9流感病例 在台大医院经过长达35天的治疗 终于在今天康复出院 这位理性台商今天坐着轮椅参加记者会 体重比生病之前足足少了15公斤 他特别感谢家人和台大的照顾 也为自己生病引起国内恐慌 向社会大众致歉 戴着口罩并与医疗团队一同切下庆祝重生的蛋糕 经过35天的抢救治疗 台湾首例境外移入H7N9 病例的理性台商终于顺利治愈出院 在大病一场后他瘦了15公斤 并说自己短期内不会前往中国大陆了 其实我现在生理感觉其实蛮好的 谢谢大家的关心 53岁的理性台商是在3月28号前往中国大陆苏州出差 4月9号返台 12号出现倒汗发烧的情况 16号高烧就医并服用客流感 隔天呼吸开始急促 在20号转送台大 22号因呼吸状况恶化 开始使用叶克膜 在24号确诊为H7N9 甚至还洗肾抢救 索性病况逐步好转 5月2号移除叶克膜 7号拔除气管插管 9号转入普通病房 今天顺利出院 肺部当初非常厉害的发炎 会不会以后会有肺部一些纤维化的现象 影响到他的肺部换气的功能 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追踪的 就在理性台商出院的同一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4号证实 5月18号已经收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分帐的H7N9疫苗株 美方也通知我国 疫苗株已经通过安全性检测 卫生署规划如果顺利最快一年成功 研发H7N9流感疫苗并核发药症 取了药症之后我们以后有新的禽流感 不管H5N1也好 H5N2或者其他新的禽流感 我们就可以用改变这个病毒的方式 来快速的来制造新的疫苗 卫生署副署长林奏延表示 未来一年内如果疫情等级提升 发生人传人的状况 会因应防疫的需求缩短临床试验的时间 让这些战备疫苗可免查验登记 短时间内大量生产 至于日前大陆制造的H7N9病毒株 会用来研究如何改进检测 或制造跟防疫相关的检测试剂 记者五姚玉玲国防特报道